就職典礼是在国会山庄的西边举行 然后这里是可以往西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口 可以看到现在大批的国民兵在这里驻守 然后不能越雷池一步 事实上这是华府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不管从哪个方向走都可以看到国民兵 而离国会相当近的最高法院还一度传出炸弹威胁 不过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 也没有疏散人群 国会山庄周边还是有少数的示威 最大声的是反堕胎 除此之外并没有人群的集结 偶尔有拜登的支持者忍不住来到现场 见证一下这个非常特殊的气氛 因为疫情再加上维安 所以管理的人数大幅下降 从20万张入场券到只有2000多 但是驻美代表肖美琴受到筹备委员会的正式受邀 得到宝贵的管理机会 他戴上自己设计上面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战猫口罩出席 代表政府表达祝贺之意 既然街上不见欢欣庆祝的人群 许多记者们也被隔在栅栏外报导 但是美国真的已经变天了 即使发生了暴力的事件 即使川普本人的不合作 但是美国还是顺利了完成了政权的交接 不过这整个过程也让外界见识到民主本身的脆弱 必须靠真的有勇气以及敢于对抗威权的人 还有他的机制来维持 记者公巴华林姿慧华府的采访报导 靠近江